1949年以来也就是75年以来 最大的台风还是登陆了上海 那在昨天晚上三四点钟的时候 我就感受到了这样的变化 你可以在室内 虽然我在室内就是明显可以感觉到 房窝它在摇晃 这和地震不同 因为地震的摇晃它是短时期的 而这个台风让你房子的摇晃是不间断的 我相信在昨天晚上一直到今天中午左右的时候 很多人会处在那种担忧的状况 因为你随时随地会觉得 这个门窗会被台风吹走 因为不仅仅是风大 雨也特别特别的大 在室内的话你可以明显感受到 就是那个暴雨打在窗上所发出的 哔哩巴拉的声音 现在是下午四点多 天上天出来台风飞飞加 对上海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 这些共享单车 几乎都是倒了一地 路边都是那些掉下来的树枝 树叉 怕是现在的雨量已经在减少了 但是上海很多区域啊 积水都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积水有多么严重啊 糟糕糟糕 我都我都我都担心了 没法过了 只能在人行道台阶上开了 因为如果直接开的话 我觉得我的小店 我的小摩托它会熄火啊 我现在在人行道上啊 还是有这么深的积水 多恐怖啊 外面就更不要说了 这就是现在的上海 天呐 天呐 我都不敢冲了 我怕我的 我怕我的摩托车熄火 哎 后悔啊 今天应该开个电兵车的 冲吧 随便和大家聊两句吧 就是这个台风啊 是官方都说了 它是自1949年以来 上海所经历的最大强度的台风 那么 昨天晚上到现在 事实上我都没有睡什么觉 因为很害怕 你知道吗 你就能够明显的感受到啊 你住的那个房子 整个它在左右晃左右晃 那这样的感觉呢 和地震又是不同的 不但房子在晃 你还能够非常明显的听到户外那些 狂风暴雨啊 而且隐隐约约啊 你还能听到就是一些建筑物啊 倒塌的声音 这里的建筑物不是纸房屋啊 可能是一些小的像电线杆啊 像一些防护盆啊 类似这样的啊 但是呢 我刚刚一路开来的时候 我就发现 道路上到处都是一些树木的残枝 还有一些倒下来的小树 并且满地都是那些倒下来的共产单车 虽然说路上有清洁工人 环卫工人已经开始最大程度的在清理 还是能够感受得到 这样的台风对上海这个城市所造成的伤害 我从金沙江西路开过来的时候 那个积水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目测大概在膝盖不到一点点的地方 但由于今天我是开的那个我自己的摩托车啊 就是小的踏板 所以不敢从那么深的积水过 因为肯定会熄火嘛 我只能啊 无奈的选择从人心道过啊 警察叔叔抱歉了 实在是无奈 当然了 人心道上也是空无一人啊 只有我一个人 总之就是给我的一种感受 作为一个上海人来说啊 你又会觉得害怕啊 又有点期待又有点小小的兴奋啊 你期盼什么都不要发生 但同时呢 你又期盼着啊 能够发生些什么 就感觉上上海现在就像那个 打仗之后的战后的现场一样啊 我真的不知道 就是从1949年建国以来 也就是75年以来 最大的台风 突破了上海这边所谓的魔都结界之后啊 它到底意味着什么 对吧 从来没有过75年以来都没有过 结界被突破了 并且而且不仅仅是这个对比加 我刚刚看了官方的报道 有另外一股台风 目前在太平洋上又生成了 然后呢 它的行进路线好像也是朝上海这边过来的啊 就是2024年啊对上海对上海人来说是不是他会给你一种 时时刻刻无不再担心的那种状态啊 同时呢又给你惊喜又让你期待啊 你就像我前面说的 虽然说你害怕 但是你又希望它能够发生些什么 或者说它又会给上海这座城市上海这边的人民上这边的生活的普通人啊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变化 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两天如果我想来上海的朋友们千万千万记者等等再来 因为我刚刚发现在上海这边的外环道路已经限流了 外环道路上的车很少 依据官方报道目前上海境内所有的高速公路已经是封闭了啊 不知道现在开通没有 所以可能说你一旦想来上海的话 或许啊会碰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啊 还是三四二行看看吧 好吧要来也是明天等台风过了之后啊 大家再来上海旅游也好玩也好 看看上海这样战后的场景啊 到底会是怎么样的 好吧 欢迎大家来上海游玩 台风贝贝加对上海这座城市的影响还是非常非常巨大的 那视频的最后我其实还是想和大家说一下 和我之前的想法一致啊 我总计在这个1949年以来 75年以来最大的台风啊 突破了魔都的结界到底会给上海这座城市或者说上海这边的人民带来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啊 是不是有点期待既然魔都的结界都被突破了 那么上海也应该有一些变化了啊 很期待一下小小的期待一下 好吧 那么我的视频经常会为大家播放一些有意的有趣的 并且或许会为你带来一些帮助的信息 也请没有订阅的观众订阅下 也请订阅过的观众点赞分享支持一下 本期视频已经拍到这儿了 谢谢大家再见